8月3日4日,爱德在首尔举办演唱会 演唱会上,小娟在个人表演的收唱部分中 突然透露了自己合约到期的时间 特别唱到合约11月就到期了 谁能阻止我呢 展现破格的舞蹈和Rap 吸引大家的视线 听到相关歌词不仅是粉丝们 并采访记者团也集中关注爱德是否续约 不过小娟在演出结束时说到 我们会做一辈子的,大家不要担心 针对小娟收唱相关问题 QV娱乐方面也出面解释 表示成员们的续约时间是明年 小娟提到今年下半年续约 这是歌词的一部分 并表示由于小娟在未与公司 事件协商的情况下采取了意外行动 导致包括虚假信息的文章被广泛传播 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对此粉丝猜测到 公司这时候说这种话没啥可信度吧 也是为了暂时稳住股东和公司股价 毕竟公司现在就靠爱德顶着了 对此大家怎么认为呢 另外爱德完成首尔演唱会后 还将在香港 东京 奥克兰 休斯顿 罗斯蒙特 台北 曼谷 澳门 瓦尔本 悉尼等地 进行世界巡演 与前九粉丝见面 Neverland 一起期待吧 爱德还不适合 每日接收网络线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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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